约翰福音 第十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不从门进羊圈 到从别处爬进去的 就是贼 就是强盗 那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 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当他把自己的羊都放出来 就走在前面 羊也跟着他 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羊绝不跟陌生人 反而会逃走 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把这比方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他所说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没有听从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得安全 并且可进出找到草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故宫不是牧人 羊不是他自己的 他一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群逃跑 狼抓住羊 把他们赶散 故宫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 对羊毫不关心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属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为此 我父爱我 因为我把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没有人夺去我的命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舍弃 也有权再取回 这是我从我父 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 又起了分裂 其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了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的呢 另有的说 这不是被鬼附的人所说的话 鬼岂能开盲人的眼睛呢 那时正是冬天 在耶路撒冷有限殿节 耶稣在圣殿里的 所罗门廊下行走 犹太人围着他 对他说 你让我们犹豫不定 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白地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他们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却不信 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但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从我 并且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所赐给我的 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 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与父缘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耶稣回应他们 我做了许多 从父那里来的善事 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件 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他 我们不是为了善事 拿石头打你 而是为了 你说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个人 却把自己当作神 耶稣回答他们 你们的律法书上 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诸神吗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如果那些领受神的道的人 神尚且称他们为诸神 那么 父所分别为圣 又拆到世上来的那位说 我是神的儿子 你们还对他说 你说亵渎的话吗 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作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做了 你们即使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工作 好让你们知道 并且明白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于是他们又要捉拿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逃脱了 耶稣又往约旦河的东边去 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 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 但约翰所说有关这人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 许多人信了耶稣 我监督 我将来今天 零